老头部受伤 然后救护人员到来现场的时候 该名民众已经欧卡 我们立刻实施CPR 然后装上LUKAS 然后由零铁的列车 后送到张老辽车站 由救护车送往嘉义 农民院温桥温院急救 好 这一起的救援行动 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这一名老先生昏倒在地 当时已经失去了呼吸心跳 考量救护车没有办法进入 领馆处立刻调派准备上山的 阿里山小火车负责载运 载由救护车接驳下山抢救 这也是阿里山森林铁路 第一次由小火车载运病患 下山抢救的案例